师父 师父 为什么我们要穿这种鞋子啊 这个颜色我不喜欢耶 我的鞋子破了好几个洞哦 师父的鞋也是 好丑哦 外面的小朋友都笑我穿破鞋 你可不可以换一双没有破洞的鞋给我呢 小朋友的鞋都好好看哦 我也要跟他们一样 我想要绿色的 一定很酷 好不好嘛 师父 你哦 为什么不专心打坐呢 总是有一大堆问题要考师父 我告诉你 这种鞋叫做僧鞋 是我们出家人在穿的鞋 我们会穿这个鞋子 是有原因的 而且师父告诉你 这种鞋非常好看 非常特别 一点儿也不丑啊 哦 师父 真的吗 那么多栋 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特别吗 是真的呀 我们的僧鞋是有很多秘密的 你想不想知道啊 当然啊 我好想知道哦 师父 你快一点告诉我嘛 就让师父告诉你吧 僧鞋是我们出家人所穿的鞋 僧鞋的洞洞是特别做的 有六个洞洞为了让我们出家人可以低头看得破 并不是为了好看 也不是为了凉爽 而且穿僧鞋也不求美观 所以 僧鞋的黑 灰 土 三个颜色都是朴素的颜色 还有啊 是要让我们看破 眼 耳 鼻 舌 身 翼 六根 看破色 生 香 胃 触 法 六尘 还要参破六道轮回 和堪破 贪嗔 吃慢 遗邪剑 六大烦恼 所以 佛祖是很有智慧的 只有一双小小的僧鞋 却有如此大的含义 你说 我们的僧鞋是不是很特别啊 哇 僧鞋那么厉害啊 那我以后要告诉小朋友 我的僧鞋最厉害 最特别了 哈哈哈哈 不只厉害 特别 小小一只僧鞋就是天地无边广大了 还有啊 我们出家人不穿皮制品 因为飞沙生不足以取皮革 出家人也不穿丝制品 因为一双丝鞋 可能需要牺牲一千条残的性命呢 佛祖是慈悲的 要我们如何尊重生命 虽然是穿棉布鞋 规矩不少 但是智慧无量啊 你知道了吗 嗯 我知道了 师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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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